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審判的號召 我比較欺騙 欺騙本 今天開放申請 這個方便 台灣的英文字 台灣的二雄來訪大 要來提關到便宿度 第一天審判的民眾還有稍微沒落 個人什麼不少人趕頭早來排隊 外交部領務局說 到再起的10點 臺灣已經有700的人來送行 這個中島已經送行完成的 要有機會來挑一百號號召喚的號召 我們要留號召的還是 人務局大廳來來娃娃 都是人 3087 請到8號會牌 今天幾點就來排隊 我六點半 七點 三四點 這個東西乾 早就起來排隊 就是由於這本新版的號召 我們也放大臺灣 讓我們的護照 臺灣辨識度能夠更高 今天開放申請保留原本護照的設計官所 要不放大臺灣的日 中英文國名 Republic Argentina 在國會的外國口一年 提關臺灣的便宿度 個人有真的鄉親親親戚 就算護照日空二龍年才九季 也趕來要申辦 我都還沒有到 他會讓你站比較久 對 他在懷疑是什麼這樣子 這個推動護照改辦的日 擔冰尾 也趕緊來申請行動庭審判的護照 為了高齡審判 第一天辦理的民眾可以在庭 行李吊拜 還是可以算文字拜 在的春聯 個人有很多人來在庭頭 到今天早上十點為止 就是本局還有四個辦事處 加起來目前已經有七百個民眾 已經完成送件的程序 事實上疫情影響是要出國不太簡單 使用護照的紀律也無關 嚴格家義審判護照的朋友 就算護照要沒過期 不可以審判